哈喽,大家好,我是大脸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也少于10秒且预测也少于10秒的视频数,反之亦然,以便计算模型的误报和假音信率,对多个预值重复相同的计算,通过这种评估方法,可以深入了解该模型如何在具有不同受欢迎程度的视频上执行效果,以及该模型是否倾向于建议进行不必要的编码工作,或者是否会错过一些机会。 此外,随着引入新的编码方式,不再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来评估优先级范围内的分配方式。 取而代之的是,模型会根据配方的收益和成本价值自动分配一个优先级,该优先级将使整体收益最大化。 例如,可以引入一个计算量很大的配方,只有将其应用于非常受欢迎的视频才有意义,并且该模型可以识别此类视频。 总体而言,这使我们更容易继续投资于更新和更高级的编解码器,从而为Fastbook上的人们提供最优质的视频体验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